OK啦 这个价位的行车记录器 还有这支招相 没办啊 这个算很可以一买的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山地汽车 今天要开箱的是行车记录器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个快翼通C200G行车记录器 先为大家介绍这台行车记录器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它是有Sony的感光元件 然后再来它有超光角155度 然后它上面有写它这个是F1.8的大光圈 这个光圈的数值的话就是越低越好 所以市面上有F2.0跟F1.8的话 优先选择F1.8的 再来它这个有附GPS 它这边有写到它支援最新的区间测速 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规格 就是TS码流格式 它这个上面的说明的话是写说 已秒写入 所以发生事故的时候断电的话 档案不会毁损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拆箱看看这一台它里面的内容物 里面内容物是长这样子 Frigger可以安装在前挡玻璃 然后是用CM的胶 行车记录器的线 看起来是蛮长的啦 所以一定足够我们来长线 这个目测应该至少3米以上了 再来它行车记录器 这应该是行车记录器的本体 有另外用一个小盒子来包装 本身是长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就是 来安装测试 然后它里面有附一张16G Sandisk的记忆卡 这个大家在一般的通路都买得到 这台是在燦坤门市买的 现在要来装我们的行车记录器啦 装完之后就可以来试画纸了 CM的朋友们 迩记录器 结束好了 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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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安裝成功 接下來我們直接在隧道裡面 看它的畫面 隧道算是比較極端的測試環境 它雖然環境很明亮 但是它整體而言的話 它光有變化是很多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 車牌 雖然看不到 但是它整體的光線 光影 是拍得很清楚 包括說隧道裡面的號字 我們可以看到 束線牌的號字都拍得非常的清楚 還有前方 綠色 綠燈的燈號 也都有清晰的錄像 順帶一提 這一台有區間測速的功能 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在實際的行車螢幕的畫面上面 是有提示說 還要14秒才能通過這個隧道 接下來我們來看它出隧道 的處理畫面 可以看到隧道跟 外面明暗度是差很多的 它轉換過來的時間 算非常的快 然後前方的車牌也錄得很清楚 但是前方車一動的話 其實就是好山好水 都有錄下來 車牌錄不到 所以這一台 以檢舉用途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 檢舉人家違規 但是 如果說你不是要檢舉人家違規的話 其實這一台 它對整體車的動向 多度的還蠻清晰的 可以 舉證說 事情的經過 當然說 不要用到 當然是最好的 來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晚上10季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有 Sony的鏡頭 跟F1.8的光圈 旁邊 一些 住家的景物 其實也都拍得到 包括對面 那種 左邊那一邊 霓紅燈 那麼的閃爍 它也是可以很清晰的 拍得下來 所以這一台 它其實 我覺得以行車記錄器 整體它錄下來的結果是蠻好的 但是說晚上車牌要錄得到 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但是這一台 我也沒有 特意的去把盒子去除掉 也沒有把 我前檔鍋裡 整個在擦得很乾淨 所以平時 使用錄下來的結果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以3000塊的行車記錄器 而言 這個算堪用 因為它還有GPS記錄的功能 這邊一開始要停紅燈了 我們可以看到 前面的車牌 因為我的大燈的關係 它錄不太下來 也算是它的缺點之一吧 欸 為什麼一直強調在錄車牌 其實這部片 也不是要拍給檢舉達人 看的人 所以我說 這個行車記錄器 OK的啦 它晚上錄得那麼清楚 你看 綠燈 紅燈 都錄得很清楚 裝行車記錄器的目的 不就是為了保護自己嗎 來最後 白天開山路的影片 我們再放一段 可以看到前面 等下就會車了 不出意料 車牌應該是 拍下來要運氣 OK啦 這個價位的行車記錄器 還有車速照相 不錯啊 這個算挺可以一買的 又是國產的品牌 快預通欸 它不是只做翻譯機 顯得紀錄器竟然也意外的不錯 推薦大家 要支持國外 謝謝大家 實在就是 S-U-M